又到了我們說書的時候啦 哈囉 哈囉 嗨嗨嗨 又回到了每個禮拜的 今天拜託 我剛剛就思考了一下 因為之前太習慣講提醒你一下 欸對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們把提醒你一下 改成就是用每個禮拜 直播的方式來跟你們講生肖的運思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第一時間回答你們的問題 跟第一時間跟你們做一切的互動 最重要可以見面 沒錯 雖然在鏡頭上見面也叫見面 沒錯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幫我們推廣 點讚分享 然後在我們發布的時間上 來頻道上跟我們做互動 聽我們講生肖運思 記得喔一定要來喔 沒錯 打勾勾 要來喔 改贊 好啦 那今天我要講一個關於養小鬼的故事 因為之前都聽到很多關於什麼佛牌啊 都請佛牌啊 都請佛牌啊 還有就是養個小鬼啊 那可以帶你賺很多錢 事實上其實我身邊是沒有朋友 有聽他們有在養小鬼 但是 記得我們去深圳有個姓羅的小姐 那不是我朋友 那是你的朋友 OK 我的朋友 喔你的朋友 對 我的朋友沒有在做這件事情啦 比較多的是 聽到他們有在請佛牌 或者是拜四面佛這件事情 應該是養小鬼這好像比較多 是偏向於東南亞 或者是泰國的習俗對不對 是 你說泰國東南亞喔 可是我遇到的喔 是在西雅圖 西雅圖 西雅圖 我剛剛講的是日文嗎 還是哪一國語言 對西雅圖 好 就是二十年前 不只二十年喔 我看阿伯都七歲的時候 對不對 好二十年 真的二十年 對 二十年前呢 就是有一位 吳小姐 也姓吳喔 吳小姐 那這個吳小姐來找我的時候 她知道我不願意接這種案子 我講的時候我都覺得 她是特別請你飛去西雅圖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不用飛 還是剛好你在西雅圖 不用飛 我就是在論員談而已 她就告訴我說 她從西雅圖回台灣啦 對 不是這個人在台灣 這個吳小姐在台灣 那關西雅圖什麼事 她同學的老公啊 她大學同學的老公 妳要不要過來一點 妳已經要超出鏡頭了 新小姐 講快一點好 吳小姐大學的同學的老公 養小鬼 她怎麼知道 她一直都知道她老公養小鬼 吳小姐的老公 還是吳小姐的同學的老公 吳小姐同學的老公 OK好 她同學找她說 我老公的小鬼不受控制 然後咬她 咬她的大腿啊 咬她的背啊 咬她的娃娃腳 因為不受掌控 她總共有11個小鬼 養了11個 然後那一個呢 特別長 長得特別的快 也長大了 這樣子 我好confuse喔 養小鬼這件事情 然後還咬她 還可以長大 還可以咬她 所以她其實養小鬼這件事情 就像養了一隻貓 養了一隻狗在家裡 然後常常會這樣跑來跑去嗎 還是 沒錯 蛤 是的 好可怕喔 很可怕 對 然後呢就養她 所以她就是從原本以下嬰兒了 然後長成像小孩子 然後在家裡肆意的走動 對 像小鬼小孩一樣 對 小鬼是這樣子的 小鬼是這樣子的 而且養小鬼 你就是會一直看到她 還是其實她 你不一定會看到她 但你感覺得到她 她看 她不一定看得到她 對 可是她不一定看得到她 有的看得到 有的看不到 然後呢 像我是一直都看得到 那她是感覺得到 她感覺到她多大 她摸得到 因為她會來摸她 她也去摸她 比如說小小這樣 然後變這樣 然後變這樣 後來呢 那她怎麼知道摸起來 是同一隻小鬼呢 不同 溫度都不同 樣子也不同 所以她就像盲人摸象一樣 對 今天這一隻是 這隻是 小鬼A 8號 這隻是小鬼A 3號這樣 你很像喔 是不是 然後這個摸 其實她自己養的 就像 就像 如果我們燈關著 然後我們家 我們家那個肉肉過來 也是 你摸你也知道這一隻是誰啊 對不對 是不是 那烏迪過來 你也知道說 這是烏迪 味道也不一樣 是這樣子 結果後來她就被咬 咬的呢 很淒慘 那她也不太敢跟人家講 因為她自己本身 也是一個心理老師 OK 對 是一個心理老師 在諮商 結果呢 她就會說 小鬼會跟她說 然後她就告訴 就幫助 就幫助 你懂嗎 小鬼會幫她 那她必須養小鬼 這就是叫 互相幫忙 可是這小鬼呢 不聽她的時候 就開始咬她 那受傷了 反正她 她就會讓小鬼 去幫她實現她的願望 那養小鬼 她是要供養 還是為她吃東西 還是幹嘛 對 都有 我們不能教你們怎麼養小鬼啊 我好好奇喔 好 好奇我們下了節目再告訴你 養他們吃什麼 奇怪的東西嗎 還是 對 其實很多東西啦 這個我們跳過就好了啦 最重要就是 大家就是好奇這個嘛 是不是 好奇這個 好啊 小鬼吃什麼 小鬼吃什麼 老鼠肉 小鬼不是吃老鼠肉 小鬼真的就是吃黑色的血 黑色動物的血 所以為什麼講說 有黑狗啦 黑的動物啊 你們要養黑狗 小心不見 就黑動物 黑狗血 小鬼喝血 對 喝血 真的喝血 好 還有臭的肉 要把那個肉掛在門口 然後長蟲之後去養它 對 他想吃那個蛆蛆 腐肉 他還不是吃 他不是要吃那個肉 他是要吃肉上的蛆蛆 OK 吃肉上的蟲蟲吃蛆 我實在都 這段我講 當年我真的 我聽了 他來找我的時候很生氣 我說就讓小鬼把它吃掉好了 可是因為這個人 還有他的同學有恩於他 他說拜託啦求求你啦 你是不是有辦法 跟他溝通 那因為他沒有講說他幾個 我就講說他下面有六個 上面有五個 然後他總共有十一個 他說我不知道 我說你打電話 當時就在我們家 你就叫他打給他老公就對了 對 我說你打給當事人 他說他可能不會接 我也不敢打 因為這個老師非常的驕傲 他講 嗯 驕傲 也很智障 不一定會接電話 抓老公就對了 對 就是這個 養小鬼的當事人 養小鬼的當事人 我們講 我們就稱丁先生好了 這丁先生活像丁子一樣的 對他怕去碰丁子 所以呢他就打給丁太太 他同學 丁太太呢 就硬硬硬硬硬的就說 這個 他說我們星老師說要招 當事人 可不可以請丁先生聽 他說我根本不敢跟我老公講 他現在就是在咆哮啊 在痛苦當中 好像已經死一半了 死一半 對已經他就老婆 老婆就一直哭啊 我就聽到他老婆哭 他講說真的他也很痛苦 然後好像那個上面 他說那個星老師說 你下面那一排六個上面是五個 然後其實是第六個 不是最後一個是第六個 對 第一排的第六個 他等於是六號 六號咬他 他一直以為是第十一號咬他 其實不是他錯了 下面那一排的第六個 對 下面那一排的第六個 後來我就講說他就說 我說你如果不跟他講 沒有辦法 他說你怎麼知道我們有兩排 那個太太就覺得不得了了 我竟然可以看到他有兩排 有兩排 大咬小咬 大咬小咬 等一下 養小鬼 要有咬 那個咬是他的骨灰嗎 欸 他的屍骨嗎 他的 他的焚上土 他的焚上土 對 陰靈土 好 這個很可怕對不對 然後我就說那你這樣子 你家電話開擴音器 一定有擴音器 電話按保留就有擴音器 對不對 然後因為我們是打家裡的電話 他就說你等一下我試試看 他就先按保留 然後就去跟他老公溝通 後來就開了擴音器 就有很多的聲音這樣 這樣子 好像被咬得很嚴重 他老公的聲音 對 他老公在那邊嗨 嗨 對嗨得很大聲 然後他就說 這個 他就跟他講 他就說 吳靈啊 那個姓吳叫吳靈 他說吳靈快點 通了 那我就跟他講說 好 丁先生 你的第六號的這個小鬼 對 你一定要把它給倒出來 他說他根本就控制不了 他沒有辦法去碰 對把吳給倒出來 然後呢你去拿鐵錘 他說他不敢 他連碰都會被咬到很嚴重 我說那很簡單 你現在去 他說不能講不能講 他會聽到 我說你現在就拿鐵錘 然後沾豬油 記得沾豬油 他說到哪裡去找豬油 對不對 我說你想辦法 辦法是人想出來的 買塊肥豬肉去炸 然後沾豬油 然後就把那個瓶子敲破 然後把這個瓶子敲破之後 我再幫你處理 我說你這十一個就是第六個 不是第十一號 他剛開始就一直喊喊 後來叫做 你怎麼知道你是誰 後來這個吳靈就告訴他說 他是型老師 台灣最厲害的型老師 有陰陽的型老師 他可以把你的這個 這個英靈 把你這個小鬼 不是英靈 把你這個小鬼 趕快給叫回來 然後處理掉 然後呢放走他 那我就說好 還有一個 我說還有一個條件 當你找到豬油的時候 你這十一個都要放掉 你這個 不是我只有把你救 這個第六個 對 不是六號 全部你都要放走 你全部都要倒掉 然後他就 全部都打破了 打破六號 對 然後其他翻開倒掉 放走 因為他是不同的地方去拿的 他也不可能去到各方面 對 那我就講說好 你用朱砂 你用朱砂 然後泡百合油 然後倒進去 他怎麼做 我說你用朱砂 泡百合油 你沒有辦法百合油 你就百合花 然後趕快趕快捶 然後呢就是用 不管你用什麼油 把它泡著 然後就用朱砂 然後把它倒進去 這有辦法 這樣子 還有一個東西 我不能跟你講 因為你還沒有答應我 會不會全部到 你要全部到 我才告訴你 還要加一個什麼東西 他們才不會回來 可是他就講說 他想要他們再回來 因為他養了他們十幾年 對 跟他互動了十幾年 那養這個幹嘛呢 賺錢啊 真的那麼有用 沒有 後來但是我說對 那你賺錢 你後來有沒有發覺 你失去的更多 他的小孩就在加拿大 就被卡車給壓死了 對 他唯一的兒子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他其實 夫妻感情非常的不好 然後他常常打人 他常常打人 那是養小鬼 那也沒有比較好 對啊 然後還有一個呢 他每天活在恐懼裡面 他每天怕這個不見 怕那個不見 然後怕這個小鬼長太大 怕小鬼長不大 然後報復他 其實你說養小孩可能比較好 這個小鬼長大了養小孩比較好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報復太可怕了 結果我就說那我先掛電話 你想一想如果你願意做到 不然的話我算了一下 他大概就是九個小時 他肯定連救護車都不用叫 就被小鬼弄死 對他一定會被弄死 因為他知道他這一關 他就想說他以前也有小鬼跑掉 後來小鬼又自動回來的 然後小鬼出去沒有辦法生活 就回來了 他也有辦法 他說他有修什麼法念什麼咒 我說好啊 那你就自己去做囉 不用找我囉 知求多福吧 對啊 對對我那時候講說不用錢啦 不用錢啦 對啊我說吳姐不用錢啦 完全不用錢 那時候你看 那時候的那個 當年的那個時候 就是小孩啦 對 小孩也才六百塊而已啊 二十年前 對二十年 小孩六百塊 我說六百不用 送給他自求多福 所以呢 我要講的 千萬不要養小鬼 不管你拿的零土 或是說你拿的說屍骨 對不對 你就亂撿的骨 你確定是這一個 這個骨頭是這一個靈魂的嗎 你這樣說 你不要倒不對啦 兜錯你懂嗎 兜錯會怎樣 兜錯你一定要賠命啊 你是不是封原那個案子 對啊 幫人家做那個生機 結果拿別人的骨頭去做生機 然後下一次再講這個故事 對啊對啊 所以真的 千萬不要養小鬼 最後呢 最後倒掉啦 他同意啦 倒掉啦 就那樣講之後 後來過了四個小時 快四個小時的時候 他就說 他快沒命了 他求求我 然後我說 他說豬油也準備好了 然後狼頭也準備好了 然後呢他老婆真的很棒 他老婆也真的就是 去找了很多的地方 終於找到百合 百合油 對然後呢 對百合油 然後弄好 對 然後豬沙也找到了 到後來最簡單的 我說好到廚房 你現在都弄 然後呢 把它和在一起 然後鹽巴 你們家有沒有鹽巴 很像 secret weapon 就是鹽巴 然後把鹽巴大把的整包 倒進去貨 然後每一個都撒進去 每一個都撒進去 這樣子 所以呢其實 要破解 很簡單 撒到那個瓢裡面 第六號先打 先打破 之後大把的撒下去 因為你狼頭要 狼頭嘛 狼頭要沾豬油打破 對 其實事實上來講 他不一定 小鬼聽我們的話 不一定聽得懂 小孩都聽得懂 那小鬼不一定聽得懂 他細音 破音 正音 恩音 雅音 是聽聲音的 所以呢 跟小鬼講話 是 是用這樣子 好像是 有 驚驚叫 驚驚叫 是要有不同的聲音 去引誘他 讓他歡喜 可是這個 這個不好學 也沒有意思 所以呢 還是你有在驕 我也就不驕 對 我也不驕 驚驚驚驚 也這樣子是不是 妳馬上學起來了 對 那 剛講到被妳擦到 沒有就是 就破解了 然後就破解了 然後後來他休息了 五年 又再養個新的 沒有 休息了五年 五年之後 結果那個 吳玲告訴我說 老師 早知道你就讓他去死了 不要救他 然後聽說 他的版圖又更大 然后你有看到吗 我说我没有随时去 有那个时间随时去看你要在做什么 对不对 真的 所以他老公又在养了小鬼了 他是说听说啦 因为他们后来离婚了 他同学没有离婚 没有 这个吴玲不是他太太 吴玲没有 吴玲是 对 吴玲不是他太太 是丁太太嘛 丁先生丁太太 吴玲是丁太太的同学 大学同学 所以五年之后他又在 又继续养生死 他说听说啦 听说在美国又做不同的事业 然后很厉害 肯定是养小鬼 那我觉得说这个没有办法举证 那我也没有见过他 我也没有看到 他说你要不要看一下 他是不是又在做坏 我说祝福他啦 没这么闲 对 也没有必要啦 其实我觉得你去偷窥人家做什么 等到他有需要的时候 自然会再来找我 说不定他就又拿你那套方法 然后再去想说 好 每一次不同的哦 每一次看到的东西是不同的东西哦 所以就说他今天小鬼又反噬 用了你教的那一套 也不一定有用了 因为那一个小鬼 6号小鬼是吃猪油啊 对不对 是吃滴油的啊 对不对 那搞不好 最讨厌猪油的 你用猪油去勾它 它咬你咬的更厉害 更生气 对对更生气 小鬼难缠啦 所以哦 给错东西会 你像小孩子 东西叫他吃他不吃 哭的 哎 叫你吃榴莲 你不是死都不吃 对啊 妈还打我一顿 这脑羞成怒把我逗我一顿 就是啊 因为我会在旁边说好臭哦 对啊 对啊 然后他像大便 都说大便好臭哦 小鬼难缠 好 那希望大家正信正念 对啊 这种就是 古时候这种 你算邪魔歪道呢 对 算邪魔歪道 而且算贪啦 一切都是贪啦 对啊 贪财贪色 对不对 所以还是要正信正念 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好啦 如果有这方面需求 如果你们现在有养小鬼 小鬼也还管不好 养小孩管不好 也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可以跟小孩讲 那小鬼呢 在作乱 真的 如果你想把小鬼放掉 或是收起来 随时招握 没错 底下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对 小鬼难缠哦 要知道哦 不好玩哦 正信正念比较重要 不要贪啦 对对 刚刚好就好了 OK 祝福大家 好了 这你的故事 今天讲到这里了 OK 拜拜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分享哦 拜啦 感谢 平安喜乐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小题大做 提醒你一下 提点美金 提升新闹 还有 记得拜 故意的话 赶快帮我订阅 点赞 加分享 拜拜